准备入境的有什么想法 他是重大经济犯林瑞宏 逃往海外十多年 直到2016年被压解回台 穿着绿色厚外套 脸上还有胡渣 表情茫然又呆滞 本名林玉德的林瑞宏 擅长财务操作 与弟弟林玉靖挪用掏空数码鼎泰公司 高达五亿元 遭判七年定验 但林瑞宏2008年就逃往海外 遭到通缉 直到2016年在上海落网 压解回台发奸服刑 今年五月底假释出雨 林瑞宏申请加保八百五十万 但每天晚上都得到派出所报到 没想到才持续了一个月 人就消失 原本每晚八点到十二点都得来报到 七月六号这天却没有来 警方七号到住处查访 才发现房子已经被爸爸出租 认定逃逆 没收共一千万保证金 发布通缉 近期重大经济犯逃逆 包括冠职妥 围要案的潘俊达 庆赴烈雷剑案的陈伟志 和这次的林瑞宏 光是今年二月到七月 短短半年就跑了三个人 至于交保是检察官交保 还是法官交保 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会个别的 跟检察首长们 还有司法院的长官们 来详细研究 第一道课题没在等人 新上任的法务部长蔡清祥 显然面有难色 只是过去林瑞宏就曾逃往海外 怎么会通过假设 哪个环阶出了漏洞 恐怕还得调查 三天宣传的我们家 和关于台北报道